欢迎收听由咒语惊贤和粤文听书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抗日之全能兵亡》 作者季莫剑可 主播西风丸子 第983集 看到安镇园如此骁勇 当即便有三个英军包抄过来 英国老知道单打独斗不是安镇园的对手 所以准备以多对手 情欧了 而且三个人分兵很明确 一个留在正面 踩着拳击步吸引安镇园的注意 另外两个则窥死在侧 试图近身搂腰爆摔 安镇园嘴角便立刻站起了一抹轻蔑的冷笑 这点合计技巧比起鬼子那可是差远了 说时迟那时快 右侧一个英军已经兜头冲了过来 安镇园装成本能地往左侧踏出一步 左侧的英军便果然上了大 当即也大吼一声张开双臂猛地抱过来 左右两侧的英国兵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近身抱住安镇园的腰和双腿 这样他就基本丧失反抗能力 就一定会被正面的英国兵给重拳KO 然而他们太小看安镇园的临机应变能力 以及反应速度 还没等两个英国兵近身 安镇园就闪电般地后退下半步 这一退 两个英国兵的攻击便立刻落空了 趁着这个机会 安镇园又闪电般地出手 按住两个英国兵的头顶上的钢盔 顺势猛发力往里一带 只听哐的一声 两顶钢盔便重重地撞在一起 这一下撞击是如此猛烈 以至于钢盔都被撞别了 剧烈的碰撞 导致剧烈的震动 两个英国兵当场昏厥 安镇园再稍稍发力往前一推 两个英国兵便颓然倒地 对面的英国兵都看傻了 甚至连脚下都忘了继续走拳击步 但是安镇园不会有一丝手软 趁着这个机会往前踏上一步 然后一技直拳 重重砸在最后那个英国兵的鼻梁上 只听啪的一声 英国兵的鼻梁便立刻塌陷下去 哦不 英国兵惨叫一声 捂着鼻梁倒下 兄弟们跟我冲 干死这些狗日的白皮猪 安镇园大吼一声 挥舞着一对铁拳 冲向又一个英国兵 下一刹那 特战旅的官兵们便纷纷嚎叫起来 然后跟着安镇园就像是一头头的尸头冲进了绵羊群里 大开杀戏 这个时候 码头上的场面已经完全失控 超过五千人的英军残兵 居然被不到三千人的中国兵打得溃不成军 真的是兵败如山倒 What the fuck 怎么可能 英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利斯看着眼前这一幕 整个人都杀掉了 眼前这样的结果是利斯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原本以为英军不仅占据着人数优势 在体型以及力量上也是占优的 群欧区区两千多中国兵 还不是小菜一碟 可接下来发生的 却跟他预想的完全不同 五千多英军 非但没能收拾得了中国人 反而被区区不到三千的中国人 打得是溃不成军 幻觉 这是幻觉 这一定不是真的 利斯喃喃地语一声 然后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再等他重新睁开眼睛之后 却发现眼前的一幕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哦不 局面还是有所改变的 刚才英军虽然被打得很惨 但好歹还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可是现在 英军却已经彻底丧失了抵抗 五千多人的英军 就像是五千多头绵羊在码头的堆场上狼狈的逐突 不到三千人的中国兵就像是一群嗜血的野狼 跟在英军的屁股后面追杀 不时有英国兵被中国兵追上 被放倒 然后在哀求声中被中国兵给打晕 这些个中国兵是真狠哪 都投降了还不肯放过 第八集团军参谋长迈克说道 总司令要不要动用武器反抗 利斯回头瞪了迈克一眼 你疯了吗 不管怎么说 中国军队也都是盟军的一员 一旦双方真的闹翻了 你真以为我们就不用受到处分吗 说此一顿 利斯又凛然道 更何况 我们有武器 中国人就没有吗 这还只是群殴而已 就已经这样了 真要是闹到动用武器 我们只会说得更惨 这些该死的中国老 不好惹呀 迈克点点头 深以为然地说道 的确如此 这些中国老确实不好惹 利斯呼出了一口浊气说道 我看到巴顿的吉普了 这家伙就在码头 你赶紧请他出面 调停这次事件 利斯和迈克瞠目结舌 巴顿和帕奇也同样感到难以置信 司令官可想 我没看花眼吧 美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帕奇 难以置信地说道 五千多英军居然让两千多中国兵给干趴下来 巴顿呼出一口浊气说道 你没看花眼 这是事实 帕奇摇了摇头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些中国老看上去明明不高也不壮 英国老要远远比他们更加强壮 但最终却是英国完败 我真是想不明白 中国老究竟是怎么做的 巴顿若有所思道 我们或许应该去问一问日本人 毕竟日本人在东南亚 将英军打得屁股尿流 中国老又在绵甸 将日本人打得屁股尿流 说此一顿 巴顿又说 在今天之前 我坚持认为英军之所以会在东南亚战场残败 他们之所以会输给日本人 那是因为太轻敌 而日本人之所以会在缅甸战场输给中国人 也同样是因为轻敌 可是现在 我不这么认为了 我们或许低过了日本人 更加低过了中国老 但这毕竟只是斗欧而已 巴顿一松肩 跟真正的打仗还是有区别的 毕竟 打仗比拼的可不是单打独斗的能力 甚至不是单纯的个体的战斗力 而是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 对武器的操控能力 以及指挥官战术的执行能力 这方面 英国老 还有我们美军 明显是要胜过中国老 巴顿却摇了摇头 未必 我倒是觉得 中国军队或许会更加出色一些 两人正说话之间 便看到英军第八集团军参谋长迈克 匆匆走过来 巴顿和帕奇便赶紧下车 迈克直接了当地说道 巴顿将军 我想 你应该出面阻止这场大型的斗欧了 巴顿耸了总监 迈克将军 我也想阻止这场斗欧 很遗憾的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 跟英军斗欧的是中国军队 而不是美国军队 如果是美国军队 我只需要一个命令 他们就得乖乖停下 但如果是中国军队 迈克将军你知道 我的命令 恐怕不管用啊 迈克气呼呼地说道 那我们就找 能够管得了中国军队的人 找中意 哦 迈克将军 恐怕已经不用找中意了 帕奇 忽然对着码头 耸了耸肩膀 什么意思 迈克有些错愕地 顺着帕奇的目光 扭头看去 便吃惊地发现 就刚才这片刻的功夫 码头上的英军 居然全部已经躺下了 这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5000多英军 全部躺下 包括1000多加拿大军 1000多英澳军 2000多英印军 以及500多本土军 5000多人 全部躺在地上 就没有一个还能站着的 反观对面的中国军队 至少还有一半站着 更让迈克气愤的是 英军都已经躺地上了 中国军队居然还是不肯放过 就在离迈克不到100米外 一个穿着丛林米彩服的中国兵 直接骑在一个 已经倒在地上的印度兵背上 拨大的拳头 雨点般砸下 那印度兵 已经开口求饶了 中国兵仍不罢求 迈克仍无可忍 下意识地 就把手伸向了腰间 准备掏枪 迈克将军 巴顿的脸色 便立刻沉现了说道 兜呜贵兜呜 只是小事 但如果动用枪形 那就是军事冲突了 迈克将军 不会希望盟军内部 发生内哄吧 你要知道 现在可是大敌当前 得意土联军 就快要打进中东了 迈克沉声地说道 难道为了顾全大局 我们就要毫无底线地让步吗 巴顿眉头一皱说道 迈克将军 如果刚才我没有开花眼的话 最先动手的 似乎应该是贵国的军队吧 而不是中国军队 对吗 迈克的脸一下垮下来 不再吭声了 这说来说去啊 最先挑事的是他们英军 中国人不过是反击挑衅而已 说实话 莱西亚之前 中义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 是有过估量的 不过 等他真的跟 利斯 迈克 巴顿 以及帕奇四人 见了面才发现 局面可能比他想象的 还要更加复杂 首先呢 利斯和迈克 这两个英国佬 对他充满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敌意 然后 巴顿和帕奇 这俩美国佬 对他态度 也是远不如史蒂威友好 在缅甸 终于跟史蒂威的相处 还是十分融洽的 配合也十分愉快 但是眼前的巴顿 明显要比史蒂威 难以相处得多 从眼神 就能够看出 巴顿对他这个 西亚战区总司令 是很不服气的 或许巴顿认为 由他这个美国人 出任西亚战区总司令 更加合适 至于他中义和远征军 两个集团军 只需要服从他 巴顿的命令就可以了 英国佬充满敌意 美国佬心怀不满 这无疑是很致命的 西亚战场的盟军 如果以这样的状态 迎战德意土联军 必摆无疑 因为龙美尔 肯定早就已经完成了 对德意土联军的整合 一边是另行禁止的 轴心同盟军 另一边 却是一盘散沙的 反法西斯联盟 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义纵然有 通天彻地的鬼神之能 也不可能带着 沙子一样的军队 去羁绊弹强大的德军 所以必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必须抢在 与德意土联军 接触之前解决问题 否则这仗就不用打了 趁早回缅甸算了 而要想改变巴顿 利斯他们的态度 没有别的办法 就只有一个办法 把他们彻底打服 打到他们跪地 唱征服为止 因为安格罗萨克逊人 从来只认识拳头 跟他们讲道理 那是没用的 那么问题来了 又不能真的跟英军 美军打 怎么办呢 这答案呢 就是演习 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演习 让英军美军 见识一下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 同时也让利斯和巴顿 领教一下他的指挥造诣 说到装备 中国远征军 当然不如美军英军 但是说到军事素养 和战斗经验 美军和英军 在中国远征军面前 那就是弟弟 忠义冷峻的目光 从利斯 迈克 巴顿 帕奇 四人脸上扫过 沉声地说他 诸位 初次见面 有些话呢 还是挑明了比较好 忠义说的是英语 利斯他们都能听懂 但是很显然 无论利斯还是巴顿 都没想到忠义会如此直接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好事 这样反而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 趁早把话挑明 理清主次 今后西亚战场上的盟军 也就有了主心鼓来 不然的话 美军不服英军 英军不服中国远征军 早晚会坏事 停顿了有三秒钟左右 忠义接着说道 我想我有必要 郑重地声明一点 我忠义才是盟军总司令部 选定的西亚战区总司令 你 利斯 忠义指了指英军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利斯 再然后伸手一指巴顿 又接着说道 还有你 巴顿 你们都只是集团军总司令 你们必须无条件地 服从我的命令 如果你们在内心有什么想法 或者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 可以趁现在提出来 只要你们说的在理 我无不采纳 说此一顿 忠义又杀气腾腾地说道 但是 如果今天你们不肯说 而在后面的作战行动之中 又不肯配合 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利斯便不假思索地起身说道 忠义将军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 那我就有话就直说了 我觉得你们中国远征军 和我们第八集团军 以及美军第七集团军 还是各自指挥各自的部队好 你虽然是名义上的 西亚战区总司令 但也只是名义上的总司令 总之 大英帝国的军队 无论如何 也不会接受一个中国人指挥的 巴顿保持沉默 但其实 沉默就是他的态度 他也不愿意 美军接受忠义的指挥 忠义闷哼一声 沉声地说道 哼 利斯讲 我必须说明 并不是我想来西亚战场 而是盟军总司令部 再三请我来的 利斯冷笑一声 反唇相激道 忠义将军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向盟军总司令部提出申诉 要求总司令部 将我这个集团军总司令给撤职 但我个人以为 即便是换一个总司令前来 也一样不会服从你的指挥 我还是那句话 大英帝国的军队 绝不会接受一个中国人指挥的 绝不 忠义审然道 利斯将军 我刚才说的那些 只是想陈述一个事实 而不是要向什么人哭诉 我忠义 布莱西亚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来了 就绝对不会像是个无助的孩子 哭哭啼啼 向盟军总司令部求援 说此一顿 忠义又审然道 我如果连战区指挥权 都没能力拿到手 又有什么资格 指挥西亚战区 几十万的盟军精锐 又有什么能力 打败沙漠之湖 龙梅尔 侯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拿到指挥权 利斯审然道 忠义冷然地说 利斯将军 我没有时间跟你耗 也没有心情跟你耍什么心眼 大家都是军人 都是绅士 所以 就让我们用绅士的方法 决定指挥权的归属 利斯审然道 用绅士的方法 忠义将军 你是想跟我决斗吗 抱歉 我并不畏惧跟你决斗 一点也不 我只是觉得 用个人决斗的方式 来决定几十万盟军 指挥权的归属 未免太过草率 利斯的语气 明显软化下来 原因很简单 如果忠义真的提出 跟他来一场决斗 利斯就会很难做 因为利斯一旦拒绝 跟忠义决斗 他的名声 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尽管现在 早已经不再是中世纪了 但是决斗在西方 仍旧还是十分流行的 忠义审然道 利斯将军你多虑了 我不会仗着年轻 提出跟你决斗的 利斯心下松了口气 嘴上却不认输 忠义将军 在决斗场上 年轻可不是什么优势 反而是一种劣势 欢迎收听 由咒语惊贤和阅文听书 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亡 作者 寂寞见可 主播 西风 丸子 第984集 那就算你 利斯将军手下留情 忠义审然一笑 并不想跟利斯 做无谓的口舌之争 话锋一转又接着说 我们争的是战区的指挥权 所以 即便真的要决斗 也应该是在沙盘上决斗 而不是在草坪上 巴顿将军 你以为呢 巴顿不假思索地说道 对此 我完全赞同 如果忠义将军 能够在沙盘上 赢了我巴顿 那么 美军第七集团军 就会无条件 接受您的指挥 忠义欣然点头 very good 利斯将军 你怎么说呢 利斯便说 我也一样 只要你能在兵棋推演中 赢了我 英军第八集团军 就无条件地 接受你的指挥 但如果你输了的话 中国远征军 就要接受我的指挥 说这话的时候 利斯显得信心十足 作为一名 从皇家皇军学校 毕业的高级将领 利斯绝不会相信 他会在兵棋推演中 输给一个中国老 这个该死的中国老 真的知道沙盘是什么吗 至于中义 是西点军校 毕业学员的这一事实 就被利斯忽略了 只有从西点军校 毕业的美国人 英国人 才算是西点军校生 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中国人 能算是西点军校生吗 忠义审然一笑 那当然 只要你们能够在兵棋推演中 赢了我 中国远征军的两个集团军 二十多万将士 就会无条件地 接受你们的指挥 非常好 利斯欣然点头 选题吧 我看也不用费心 选什么题目了 就是阿拉曼战役吧 What the fuck 这一下 不只是利斯 连巴顿都忍不住了 见过不要脸的 就真没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中国老 阿拉曼战役都已经结束了 龙梅尔都已经打出了一场 堪称教科书式的胜利 你只要照着龙梅尔的套路 就可以毫无悬念地 赢得兵棋推演 还真有脸选这一题 忠义微微一笑 玄机又说 不不不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我说选阿拉曼战役 但是 我没说我要选德军呢 这次兵棋推演 我选盟军 由你们扮演德军 够意思吧 What 利斯和巴顿都猛了 他们原本以为 忠义一定会选 德军 结果却没想到 忠义居然选了盟军 这开玩笑的嘛 好半场之后 巴顿才忠义反应过来 耸了耸肩说道 忠义 你是认真的吗 忠义点头 当然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那么 我们就开始吧 毕竟时间紧 没有太多时间 给我们浪费 Good 利斯被忠义的狂妄 彻底的激怒 既然你自讨没去 那我们当然要满足你的要求 当下利斯扭头和道 先生们 赶紧准备沙盘和兵棋 虽然港口没有指挥部 而只有一个简陋的办事处 但是这根本难不住 从各国军校毕业的精英参谋 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一个简易的沙盘就已经做好了 一副兵棋也摆在了沙盘上 将刚刚结束还没有多久的 阿拉曼战役的开局态势展示出来 利斯 愁愁满志地站到沙盘的东边 问忠义道 忠义 你看看什么地方还存在问题吗 忠义摇了牙头 不用看了 没有任何问题 大英帝国的参谋人员非常的专业 将阿拉曼战役的初开阶段 完全地还原出来了 利斯哼了一声 哼 那是当然 找遍全世界 你也找不出 比我们大英帝国的参谋人员 更加专业的作战参谋 听到这话 巴顿帕奇 还有两人身后的美军参谋 就有些不高兴了 帕奇心说 你们英国的作战参谋这么专业 至今的作战计划那么高明 怎么最后反而被德军打得溃不成军呢 是兵力不如德军 还是装备不如德军 不 这些都不是 无论兵力还是装备 英军都不比德军差 但打到最后 却还是德军大获全胜 英军输的是一干二净 忠义微微一笑 丽丝将军 巴顿将军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丽丝点了点头 当然 现在你扮演的是盟军 虽然盟军是防御作战 但这毕竟是兵器推演 而不是实战 考虑到阿拉曼战役的实战结果 我们可以让你首先行动 忠义却说 哦 不不不 这样不符合规则了 我们还是按照规则来 好吧好吧 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决定 丽丝点点头 随即拿起两只坦克模型 往前一顶说道 第十五 第二十一装甲师 往东推进二十公里 紧接着 又拿起两枚冰人模型 接着说道 步兵 第一六四 第一六五师 保护两翼 丽丝的选择 其实就是龙梅尔的选择 当初龙梅尔 就是靠着两个装甲师 又一突击 撕开了盟军的防线 最终切断了 阿拉曼地区的盟军 与后方后勤通道 最终导致 聚集在阿拉曼地区的 超过五十万盟军 土崩瓦解 忠义微微一笑 直接拎起了三枚坦克模型 往左侧一推说道 第一 第七 第十装甲师 往西推进二十公里 紧接着 拿起了四枚病人模型 跟着往西一推 又说道 第151 第152步兵旅 加拿大师 以及第51师跟进 看到忠义做出这个选择 利斯和巴顿 便立刻一愣 因为忠义的选择 跟亚历山大当初的选择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当初 亚历山大的选择 是针锋相对的 将重兵集团 投入又一战场 与德军的攻击集群 进行了一场 大规模的攻防战 而最终的结果 也是盟军获胜 德军收获一场失利 所以 利斯和巴顿就感到意外 已经有了亚历山大的 注意在前 忠义为什么不做出 同样的选择 而要把攻击集群 投向左翼 但是意外归意外 利斯并不认为 忠义此举 就能真正的扭转局面 巴顿也审然说道 忠义 你是想通过主动出击 调动德军吗 很遗憾 由于德军控制住了 后方所有的公路 所以 我们的攻击集群 推进速度 完全与德军相提并论 在我们攻击集群 还没有到位之前 我们的后群不仅限 就已经遭到德军 完全切断 忠义却说 那又怎么样 我们的推进速度 或许不如德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 无法切断 德军的后群不仅限 一边说 忠义一边又将攻击集群 往前推进了二十公里 听到这儿 利斯和巴顿 顿时面面相觑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疯子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利斯一边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边说道 任何军队 都不能在没有后群保障的前提之下作战 一旦后群不仅限 遭到德军切断 我们就只能投降 不不不 利斯将军 你错了 忠义一边继续往前推进一边说 即便没有了后群保障 军队 也一样能够凭借着 随身携带的物资 坚持作战 只要盟军能够坚持到德军 先崩溃 就能够赢得胜利 两人说话之间 之间沙盘上 盟军和德军的两个攻击集群 已经分别向着对方的纵身阵地 大踏步的突进 结果也是没有任何悬念 盟军的后勤补给 遭到德军切断 但是德军的后勤补给线 也遭到盟军切断 唯一的区别就是 盟军切断德军补给线 耗的时间多了八个小时 但是对于规模超过五十万人的 两个庞大的作战集群而言 区区八个小时 是微不足道的 于是局面就演变成了一场 纯粹的消耗战 德军和盟军都只能在 断绝补给的前提下 与对方展开消耗 仅仅半个小时之后 兵器推演就结束了 看着沙盘上所胜无几的筹码 丽丝和巴顿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对面盟军的筹码 还有好多 至少从兵器推演的结果来看 这场战役的结果 已经是不言而喻 盟军胜出 不不不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丽丝难难地语 忠义 终于刺出獠牙冷然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 丽丝将军 勇敢承认你们的技术失误吧 盟军之所以输掉阿拉曼战役 不是因为德军有多么厉害 更不是因为龙维尔的战术 有多么高明 而是因为盟军缺乏进攻的精神 你们只知道一味的被动防御 不输才有鬼呢 丽丝和巴顿面面相去 难道真的像中医所说的 阿拉曼战役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们 已经被日军德军打怕了 打得信心荡然无存 变得缺乏进攻精神了吗 就像是一只被吓坏的地老鼠 只敢躲在阴沟里边颤抖 仔细想想 还真是这样 阿拉曼战役 从始至终 亚历山达强调的就是防御 防御再防御 似乎从未听他提起过进攻 哪怕一次 哪怕一次都没有啊 终于说到 利斯将军 承认吧 自从敦克尔克之后 自从新加坡战役中 你们英军的军魂 就已经被打没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们大英帝国的军队 在面对日军 以及德军的时候 就开始变得畏首畏尾 十分战斗力 最多发挥出六七分 有时候甚至只能发挥出两三分 你们英军 从高级将领 到基层军官 全都视日军 德军为洪荒猛兽 普通士兵 更是毫无斗志 甚至只要听到日军 甚至德军的枪声 就会吓得六声无主 或者放下武器投降 或者掉头逃跑 这样的军队 这样的军官 这样的高级将领 岂能不外 所以你们的问题 不在于训练 不在于装备 甚至也不在于 士兵的技术素养 而仅仅在于这里 说到这 终于指了指自己脑袋 又接着说道 你们在这里出了问题 大问题 如果不首先解决这里的问题 再打一万年 美国在租界给你们 上万亿美元的物资 你们大英帝国 也还是会输 毫无胜算 这将是极大的浪费 同样的物资 如果给了我们中国 我们早就已经把小日本 赶回东营了 中医的这番话 说得丽丝脸上 活辣辣的烧的 但是这样的话 丽丝是绝不会承认的 不可能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儿抨击我们 丽丝勃然大怒 丽丝将军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 中医冷笑两声又说 我的话虽然难听 但是用意 却只是为了赢得战争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 做无谓的口舌之争 也没有心情 照顾你们那可笑的自尊 在刚才的兵器退演中 我已经用事实告诉你 你们英军 输掉战役的真相是什么 如果包括 利丝将军你在内 如果大英帝国 上到高级将领 下到每个普通士兵 都无法接受这点 更没有勇气改进的话 那么我会向盟军 总司令部提出申请 将大英帝国 以及所有的普通军队 都调走 身为西亚战区总司令 我不希望麾下 有一支毫无斗志 并且傲慢愚蠢的军队存在 或者我干脆说的 更加直白一些吧 我根本不想 跟这样的军队 并肩作战 Fuck 你刚才说什么 李斯听到这儿 顿时间出离的愤怒了 因为中益刚才的这番话 把李斯的整个世界观 都彻底颠覆了 中国人在李斯的印象中 一贯都是愚昧落后 腐朽 贫穷 以及低贱的一种存在 他们只配像印度一样的 匍匐在英国人的脚下 作为最温顺的奴隶 接受英国绅士的高贵奴役 这才是中国人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可是现在 中国人却居然反过来 教训他们 可现在 中国人 居然敢公然鄙视 他们大英帝国的军队 这些卑贱的中国人 面对大英帝国一艘军舰 就瑟瑟发抖的老鼠 谁借给你们的胆子 竟敢在大英帝国的将军 面前咆哮 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 啊 中益仿佛猜到了 李斯心中的咆哮 又棱笑着说道 李斯将军 收起你那可笑的愚昧的 对中国人的认知吧 你们西方只要在中国海岸线上 架起几门大炮 就能让中国人跪地投降的大清王朝 已经被扫进垃圾堆了 现在的中国 是一个全新的中国 你们西方 再想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 已经不可能了 李斯将军 接受现实吧 承认你们大英帝国 已经日落西山吧 如果你们大英帝国 真的还有能力 维持住昔日的荣光 又何止于向美国球员 又何止于向我们中国球员 而更为可耻的是 明明是你们英国人 向我们中国球员 可是当我们中国远征军 到达缅甸 你们却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嘴脸 仿佛是我们中国人 要上赶着帮你们 你们不肯提供 原本说好的物资和武器装备 也就罢了 你们甚至还不愿意 将自己大炮的炮弹 落到日军头上 因为你们根本想不到 将你们打得溃不成军的日军 却被我们中国军打败了 而最为可笑的是 当我们中国远征军 不愿万里来到西亚战场 当我们远渡重阳 为你们英军的交通线 留学牺牲的时候 你们这些该死愚蠢的顽固的英国老 却仍然死守着昔日可笑的大国情节 仍旧不肯低下你们那腐朽傲慢的头颅 这一番训斥 真是把利丝的汉都给训出来了 也彻底把英国老给激怒了 欢迎收听 由咒语金贤和阅文听书 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亡 作者 寂寞见客 主播 西风 丸子 第985集 丽丝大怒道 该死的中国老 支那臭虫 你太过犯了 我要与你决斗 我要以女王陛下的名义 与你来一场公开的决斗 话音还没落 便听到扑斥一声闷响 利丝的下巴上 已经挨了中意一记上钩球 当即便两眼一番 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What the fuck 看着昏厥在地的利丝 旁边的巴顿 帕奇一下就猛掉了 麦克右手 更是下意识地伸向腰间 准备要掏出布朗宁手枪 麦克将军 终于转个头 冷冷地瞥了麦克一眼 又说道 如果我是你的话 就绝不会把枪掏出来 帕奇也赶紧劝说道 麦克 麦克将军 不要激动 冷静 终于目光 从巴顿三人脸上扫过 黑着脸说道 知道我为什么要揍他们 他说我 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 侮辱我的母亲 和祖国 连一个字都不行 所有侮辱我母亲 或者祖国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 此时 在美国 华盛顿 秘书用轮椅推着罗斯福 正在白宫的草坪上晒着太阳 和国务群赫尔 正陪在罗斯福身边 罗斯福一边享受着早春和煦的阳光 一边对马歇尔说道 乔治 你听说了吗 忠义这家伙刚刚下船 就把英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利斯给揍了一顿 马歇尔点点头 当然 我当然听说了 忠义这家伙还真是狂妄 赫尔却说道 不过 人家有狂妄的资本 不是吗 以如今西亚战场的局势 除了忠义之外 恐怕真就没人能够力挽狂澜了 马歇尔点点头 这是最让人恼火的地方 忠义这家伙 跟中国别的高级将领完全不同 跟他们的灵袖蒋介石 更是天壤之别 是啊 罗斯福愧然说道 蒋介石对西方毕恭毕敬 唯恐行差踏错一步 就会惹得西方不高兴 但是忠义却完全不是这样 这家伙形势 这是百无禁忌 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他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这是一头真正的恶狼 没准将来 真的会反噬美利坚 马歇尔无奈地说道 但是 这头恶狼会打仗啊 也只有忠义这头恶狼 才有可能打败 龙梅尔这只狡猾 而又凶残的狐狸 赫尔点头 确实如此 盟军之中 拥有指挥大兵团 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 原本就没几个 亚历山达可以说是其中的翘楚 可遗憾的是 亚历山达 却在阿拉曼 被龙梅尔打得溃不成军 巴顿或许会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 但是现在他的指挥经验实在是太匮乏了 指望他能挑起西亚战场的大梁实在是有些不懈时机 所以忠义才是我们唯一的指望 好吧好吧 罗斯福输了口气又说 立即指点英国政府 让丘杰尔首相给西亚战场上的英军 亲自下一道命令 一定要说清楚 整个西亚战场的所有盟军 无论是英军 美军 或是中国军队 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中义的指挥 谁要不服从 中义 就临阵处置 啊不 临阵换将的权利 此时在唐宁街10号 英国首相官邸 接到罗斯福亲笔千发的电报之后 丘杰尔气得暴跳如雷 Fuck shit 丘杰尔将烟斗重重地灌在桌上 挥舞着胖乎乎的双臂 大声咆哮 这个该死的乡巴佬 暴发虎 居然也敢教训起大英帝国的堂堂首相 真是反了天了 别以为他们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为所欲为 旁边的幕僚听了小声的敌过 首相阁下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Fuck 约翰 你刚才说什么 没想到丘杰尔耳朵很尖 听到了 哦 尊敬的首相阁下 我刚才是在说 美国佬 真的是不知好歹 幕僚恍然道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大英帝国才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 他们亵渎了超级大国的尊严 就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惩罚 你说的倒是轻巧 怎么惩罚 丘杰尔闷哼一声又说 惩罚他们减少对大英帝国的援助吗 将援助给大英帝国的租借总额 从两百亿美元减少到一百亿万 这 幕僚文言顿时语色 心下却无奈地说道 我这不是附和你吗 这也有错 当你的幕僚可真难哪 太他们难伺候了 丘杰尔又说 立即指点 第八集团军司令部 让利斯 马上滚回到英国来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由麦克接任 从今天起 第八集团所属各式 必须无条件服从中义的命令 谁要是敢违背盟军总部的命令 就地解职 贵族则削除爵位 啊 削除爵位 幕僚大惊道 首相各想 这应该不至于吧 一个中国老而已 至于给他这么大的面子 给了一个中国老这么大面子 我们大英帝国的面子 又往哪搁 哼 跟帝国的生死存亡相比 区区面子 又算得了什么 丘杰尔冷横一声 接着说道 更何况啊 现在 在中国老面前丢了面子 将来在十倍 百倍讨回来就是 总之 当务之急 是打败德国 确保大英帝国国运 得以延续 转眼之间 又过去半个月 时间来到了 1942年4月 王庚率领远征军的 后续几个师 也相继抵达科威特 与中义会合 中义原本是不打算 带走王庚的 不过最终 还是决定带上王庚 因为在朱良城 置任之后 王庚在留在 缅甸展区参谋长的任上 确实有些尴尬 王庚拿着电报 走进中义的办公室 笑着说道 总总 英国人居然真的认怂了 终于审然一笑 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因为英国了很清楚 向我们认怂 只是丢了面子 但是向德国认怂 那就是要命的 丢面子跟要命比起来 那就不算什么了 总座 所言即是 王庚笑着说道 不过 也只有总座 有这样的魄力 换成别人 只怕早就跪到 咱历斯的跟前了 瘦青兄啊 咱们不扯这个了 终于一百首 既然部队已经到齐 那就应该进入 适应性训练了 让将士们 尽快适应西亚的 沙漠地形和气候 王庚深以为然地说道 这倒是 西亚的地形和气候 跟我们国内相差太远了 在我们国内 现在还是春寒料较之时 可是在西亚 却已经是三四十度的高温 还有地形 这里基本全是沙漠地形 不熟悉的贸然进入其中 肯定会困死在这 漫条黄沙之中的 终于点点头又说 主要就是摸索 并熟悉沙漠地形的战法 啊 我明白 王庚点了点头 沙漠作战 是个全新的课题 我们对于丘陵地形作战 平原地形作战 以及丛林地形作战 已经安属于胸 但是对于沙漠地形作战 确实毫无概念 这确实要我们参谋部 深入钻研的 中医又说 沙漠地形作战 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但是 内核 其实还是一样的 归根结底 仍旧是兵力火力的 集中运用 截断敌军的后勤不极限 半个月的适应性训练 很快就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1942年5月的上旬 这个时候 距离中义到任西亚战区总司令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盟军总司令部 便开始一天一封电报 催促中义率军反攻埃及 重新打通苏伊士运河 5月4日 中义终于召集 中国西亚远征军 第一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 美军第七集团军 以及英军第八集团军 所有的少将以上的参谋 召开军事研讨会议 在司令部偌大的作战室里 几十个作战参谋 积极一堂 中义用英语说道 就刚才 盟军总部 又给我们发来一封电报 催促我们尽快的反攻埃及 重新打通苏伊士运河 确保欧洲战场 与亚洲战场的运输线的长通 所以今天召集大家前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的作战目标 应该是什么 我们的作战目标 仅仅只是驱逐德军 夺回埃及 还是应该确定一个 更具有进取心的目标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中义话音刚落 一个英军参谋 便说道 既然反攻埃及 是盟军总部的命令 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当然是必须坚决执行 一个美军参谋 立刻反驳道 我不这么认为 并不是盟军总部 下达了命令 我们就必须要 无条件执行的 万一盟军总部 下达的是错误的命令呢 另一个英军参谋 立马说道 你是在质疑 盟军总部的命令吗 又一个美军参谋说 难道盟军总部的命令 不能质疑吗 盟看着双方又要吵起来 终于只能出面打断 都给我闭嘴 正准备大吵一架的 美军参谋和英军参谋 便不怨而同地闭嘴了 通过大规模斗欧事件 以及对于利斯的殴打 终于的威信 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或许仍有不少英军 美军将领 私底下对终于的作为 不以为然 但是表面上 他们绝对不敢再挑战 终于的权威 说白了 谁也不想灰溜溜的 被中益赶回国 至于赶走中益 他们现在压根没这念头 连首相和总统都奈何不了中益 他们就更不可能奈何中益了 止住争吵之后 中益将目光转向刚才那个美军参谋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美军参谋 趴的一下例证 在抬手敬礼道 司令官阁下 我叫马丘 邦克 李奇威 李奇威 终于一手俯额 嘿 又是个狠人 不过此时的李奇威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 甚至连准将还都不是呢 当下终于说道 李奇威上校 说说你的看法 李奇威应了一声 好的 司令官可讲 我认为反攻埃及 是最愚蠢的选择 因为反攻埃及 必须横穿干燥炎热的 内福德沙漠 这对于盟军的后勤保障能力 是个极大的考验 因为内福德沙漠中 没有公路 卡车无法通行 如果要反攻埃及 就只有两个选择 或者修筑一条 横穿内福德沙漠的公路 或者征集足够数量的骆驼 但是我想 整个西伯利亚 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骆驼 能够支撑起 超过50万人的 重兵集团的 后勤保障需求 更何况 包括155毫米 榴弹炮在内的重型装备 骆驼根本就驼不动 所以反攻埃及 是最愚蠢的选择 盟军司令部下达 这样的命令 明显是欠缺考虑的 话音刚落 刚刚反驳李奇威的 英军参谋便说道 盟军总部 只要求我们反攻埃及 可没有说 一定要横穿内福德沙漠 我们完全可以借助 海军力量 在曼德勒海峡渡过红海 然后沿着红海西岸 向着埃及推进 进而 在苏丹与埃及边境 与德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中医问道 请问你又叫什么名字 少讲 英国参谋说道 斯利姆 司令官各项 斯利姆 中医轻轻汗手 又是一个冥将 而且还是英军中 为数不多的 擅长防御的冥将 中医问道 斯利姆将军 你觉得德军会选择 在苏丹与埃及交界处 与盟军去战吗 斯利姆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然 斯利姆敢可抢 德军主帅龙梅尔 骄傲且自负 只要发现 有一举全歼盟军的机会 他是一定不会错过的 李其威便说道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龙梅尔 可不是沙盘上的兵棋 他不会按照你的意思 排兵布阵的 斯利姆又说 龙梅尔当然不是兵棋 但是 他一样不能够 违背战争的法则 李其威便问道 什么是战争的法则 斯利姆说 战争的法则就是 集中优势兵力 以及火力 尽可能地消灭敌军的 有生力量 所以 只要盟军主力 出现在苏丹与埃及的边境 德军就一定会来 李其威便说 但如果德军 有更好的消灭盟军的方法呢 斯利姆反问 更好的方法 我想不出来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李其威毫不犹豫地嘲讽道 那只是因为你愚蠢 但凡你的军事眼光 在水准之上 你就能够看得出 如果盟军真的愚蠢到 沿着红海西岸往北推进 德军其实就有更好的方法 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就消灭西亚战场的 五十多万盟军 猴 是吗 斯利姆被激怒了 大声说道 请告诉我 什么方法 欢迎收听 由咒语惊贤和阅文听书 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亡 作者寂寞见可 主播 西风 丸子 第九百八十六集 李其威在地图上 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 然后指着科威特港说道 德军只需要派出一支偏尸 从叙利亚出发 沿着右发拉底河东进 占领科威特港 从鸿海西岸往北推进的五十多岸盟军 很快就会陷入淡尽粮绝的捷径 这个 斯利姆顿时语策 因为科威特 是盟军在西亚的支点 盟军几乎所有的军需物资 都要经过科威特 分发转运 一旦科威特被德军占领 就意味着盟军的后勤补给 被彻底切断 盟军总部 就算临时更换新的转运战 将补给点换到雅丁 或者是吉布提 时间上恐怕也是来不及了 因为当盟军总部 整顿好补给线的时候 西亚战区的五十多岸盟军 早就已经因为 弹尽粮绝而全军覆灭 好伴赏 斯利姆才说的 这不可能 科威特怎么可能轻易失手 李奇威当然说道 没什么不可能的 永远不要将希望 寄托在假设 或者预设条件之上 否则你就一定会被 残酷的现实 狠狠地踢屁股 斯利姆被李奇威说得 满脸同红 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忠义又问李奇威 李奇威上校 那么依你之见 盟军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进攻战术呢 李奇威虽然只是一个 小小的上校 却没有一丝的心切 朗生说道 我认为 现阶段在西亚战场的盟军 无论是兵力兵器 还是战斗素养 都弱于德军 所以选择与德意土联军 正面硬拼 是最愚臣的选择 只有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白痴 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说这话的时候 李奇威还刻意地侧过头 看了斯利姆一眼 Fuck you 你看着我做什么 斯利姆生气道 搞得好像我就是那个白痴似的 厚 上帝 我可没这么说 是你自己承认的 李奇威耸了耸肩 俏皮地说道 Fuck you 我要与你决斗 斯利姆勃然大怒 冲过来 要跟李奇威斗殴 却被身边的几个英军将领 给拉住了 忠义微笑着说道 李奇威上笑 你接着往下说 李奇威轻轻一侧手 好的 总司令阁下 在现阶段 盟军只能够选择一个坚固的据点 等待周星国军队进攻 然后跟周星国军队 打一场消耗战 通过消耗战 利用后勤补给线的优势 大量的消耗周星国军队的军需物资 尤其是燃油 这是周星国军队最大的短板 只要周星国军队燃油耗尽 他们的飞机坦克 就会成为摆设 到了那个时候 盟军大局反攻的时候 就到了 忠义听到这儿 忍不住鼓掌 因为李奇威的思路 跟他是完全一致的 到底是李奇威 未来在朝鲜战场上 搞得彭老总 也是头痛不已的那个男人 下一个问题 忠义又说道 盟军应该选择哪个据点 与周星国军队打消耗战 或者说 你认为周星国军队 下一步会进攻哪个目标 这里 李奇威重重指了指地图 不假思索地说道 巴格达 在场的英军 美军 以及国军高级将领 参谋的目光 便纷纷落在巴格达 这不可能 斯利姆终于找到了 自认为的反击机会 神情激动地说道 接下来 周星国军队 肯定会从埃及南下苏丹 去占领油田 你刚才也说了 周星国军队 最缺的就是燃油 所以他们现在 最应该优先解决的 就是燃油的攻击 所以周星国军队 接下来一定会南下苏丹 占领苏丹的油田 蠢货就是蠢货 永远只能够看到一寸的距离 李奇威审然道 周星国军队 如果真的南下苏丹 一旦盟军出兵叙利亚 切断其后勤不极限 他们又该怎么办 到时候 就算将整个苏丹的原油 都开采出来 也是运不回欧洲的 反之 如果周星国军队 出兵占领整个中东 则不仅可以保障 从埃及途经叙利亚 土耳其 再到欧洲的通道 甚至于 还可以得到整个中东的原油 有中东的原油 周星国军队 为什么还要舍尽球员 抢苏丹尤田呢 这个 斯里姆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快要被自己给蠢哭了 李奇威接着说道 所以我敢断言 周星国军队接下来 一定会进攻巴格达 很好 忠义欣然点头道 李奇威上下的判断 与我完全一致 我也认为 周星国军队 接下来的行动 必然是抢占巴格达 所以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围绕着巴格达 制定防御计划 然后等着周星国军队进攻 再然后 等到他们燃油供应中断时 大举反攻 争取将龙梅尔的一百万大军 全坚在巴格达城墙 麦克皱了一下 眉头沉声地说道 忠义将军 这是不是有些草率了 忠义却说道 麦克将军听着 这是命令 这并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 OK OK 你是盟军总司令 当然是你说了算 麦克耸了耸肩 一脸无奈地说道 忠义拍了一下巴掌 玄机又说道 OK 那么下一个议题 现在讨论关于 巴格达的防御计划 与此同时 在埃及的周星国联军司令部 一场关于究竟是南下苏丹 还是东晋伊拉克的争论 也正在进行当中 意大利军的一杆高级将领 坚决主张南下 先占领苏丹 控制苏丹的油田 然后占领爱塞俄比亚 乃至整个东非 意大利心心念念想的就是 夺取整个非洲 控制非洲 已经成为了包括 莫索里尼在内的 整个意大利高层的迷茫 但是 土耳其军的高级将领 却坚决反对南下苏丹 认为联军 应东进伊拉克 占领并控制 整个中东的油田 这个时候 异军将领和土军的将领 已经吵成一团了 只有龙梅尔和一杆德军将领 暂时没有发表意见 眼看着土一两军的高级将领 越吵越凶 甚至于 又上演武行的驱使 龙梅尔就知道 火候已经到了 该刀他站出来 一锤定音了 都闭嘴 龙梅尔淡淡地说道 龙梅尔的音量并不大 但是却仿佛有某种魔力 听到他的声音 义军和土军的高级将领 便不约而同地 都闭上嘴巴 等到整个会议室 都安静下来 龙梅尔才又接着说道 我记得德国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法肯豪森将军 曾经带回来一句话 据说是中国一位游击战专家说的 他说 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 人地皆存 我知道你们不懂 但是你们只要知道一点 无论是在欧洲战场 非洲战场 还是亚洲战场 轴心国军队 都应该坚持 以消灭盟军的优胜力量 为首要任务 眼下 非洲战场的盟军 大多集结到西亚的科威特附近 所以 联军下一步的任务 也应该是 占领西亚 并消灭 集聚在西亚的盟军 再顺便占领 西亚的油田 咱们再说另一边 此时在科威特 西亚战区司令部 李奇威岛 诸位请看 这是巴格达城 巴格达虽然处于两河平原 地势平坦 但还是有天险可以利用 巴格达左侧 是右发拉底河 右侧是底格里斯河 天然可以阻挡 德军的装甲集群 所以 盟军只需要在巴格达 北部 挖一条人工河 或者足够规格的战壕 也是可以的 就可以确保 将德军的装甲集群 阻挡在城外 这样一来 盟军与德军 在西亚战场的较量 就会演变成为 空中绝胜 而空军 是盟军 相比轴心国军队 或者说德军 唯一占据优势的军种 只要盟军的空军 能牢牢地控制西亚战场的 制空权 德军就永远无法在 优法拉底河 以及底格里斯河的河面上 架起浮桥 德军架不起浮桥 就永远无法对巴格达 构成威胁 反过来 盟军则可以通过空军 不断地向德军身后的 补给线 发起空袭 甚至还可以派出空降兵 以及特种部队 对德军的后方基地 补给站 发起连续不断地 迫习作战行动 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作为一个兵力 多达上百万人的战略集群 每天所消耗的物资数量 是个天文数字 一旦物资供应不少 崩溃就不可避免 一旦德军崩溃 就是盟军大举反攻之时 届时 盟军唯一要做的 就是追击 追击 一直追击 光复埃及 根本不是目标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越过小亚西亚 越过黑海海峡 进入欧洲本土 此时 英军总司令迈克说道 哼 说得倒是轻巧 盟军的空军 虽然占据优势 但是优势 并没有大到 足可以控制 整个西亚战场的制空权 尤其是最近龙美尔军团 又补充了一大批战斗机 现在龙美尔军团的作战飞机数量 已经达到1000余奖 盟军的飞机数量 虽然是龙美尔军团两倍以上 但是性能方面落后于德军 飞行员素扬 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所以 从总体上来看 盟军的空军 并不占据太大优势 迈克话音未落 就被忠义打断了 不 迈克将军你错了 等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到自己身上 忠义才微微一笑说道 你说的是以前 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一样了 迈克耸了耸肩 不一样 哼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你演枪 从缅甸开始 王庚就看英国人很不顺眼 更何况到了西亚战场之后 双方又闹得十分不愉快 所以怼起英国人来 一点也不客气 又说道 你只看到 你们所谓的皇家空军的飞行员 被德军的空军 打得溃不成军 却没有看到 我们中国空军的飞行员 在缅甸战场 将日本空军 打得叫妈妈 What 斯里姆周梅说道 你是在藐视英国皇家空军吗 是的 王庚一点不想掩饰 我就是在藐视你们英国的皇家空军 斯里姆大怒道 可恶 你竟然敢藐视英国皇家空军 你竟然敢亵渎皇室的尊严 王庚便说 我纠正一点 是你们的皇室 而不是我们的皇室 我们中国人民 早就已经把皇室这种腐朽落后的东西 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Oh Fuck 斯里姆咆哮道 你必须为你的狂妄无耻 而付出代价 王庚便说 收起你那套可笑的尊严及礼仪 要想得到尊严 你就应该到德国人头上去讨还 而不是从盟友的身上讨 麦克大怒道 说的你们中国军队 好像跟德军打过很多仗 又赢了很多仗势的 但是据我所知 你们中国军队 与德军好像就没有交过一次手吧 嗯 中一边说 是 我们中国军队 是还没有与德军交过手 但是 我们与日军交过手 我们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反之你们英军呢 你们英军 无论是空军 陆军还是海军 都曾经在亚洲战场与日军交手 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战果呢 麦克顿时语策 因为他没办法反驳 英军与日军 在亚洲战场当然有交手 而且交手还不止一次 但是战果 只能用惨淡来形容 尤其是陆军 那简直是被日军虐得不要不要的 可以说是把大英帝国的脸 都给丢尽了 斯利姆不识相 审然反驳道 但是据我所知 你们中国军队 在跟日本作战中的损失 恐怕要远超过我们英军 你们中国损失的国土 也远远超过大英帝国 难道不是吗 中一边说 是 这点我并不否认 但是 我们的国军是什么样的武器 你们英军 又是什么样的装备水平 我们国军 要是有你们英军一半的武器水平 日军 早就被我们赶到太平洋了 更何况 说到这儿 中一刻意停顿了一下 又说 我们 并不是一回事 此时 巴顿终于说话了 我同意中一的观点 尤其是中国远征军的空军 战斗力 原胜美国空军 我们美国空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被日军的一群二流飞行员 打得溃不成军 但是中国远征军的空军 却在缅甸战场 将日军最精锐的飞行员 打得溃不成军 所以西亚战场的制空权 一定属于盟军 最终的胜利 也一定属于盟军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迈克还想反驳 却被巴顿强行打断 巴顿接着说道 我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说此一顿 巴顿又接着说 因为P-47雷电战斗机 还有P-51野马战斗机 很快就要加入西亚战场 德国空军的梅塞斯米特 BF-109战斗机 很快将丧失技术上的优势 中央又说 这样的话就更没有问题了 一旦P-47雷电战斗机 和P-51野马战斗机入役 西亚的制空权将再没有悬念 欢迎收听 由咒语惊贤和阅文听书 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亡 作者寂寞见可 主播西风丸子 第987集 两天之后 已经被中央提拔为 西亚战区副总参谋长的李其薇 兴冲冲地走进作战室 报告说道 总司令各校 盟军总部已经同意了 一号作战计划 王庚 巴顿等国军 以及美军将领 文言一个个精神振奋 而以迈克 司令姆为首的英军将领 则一个个如丧考皮 因为李其薇 拟定的一号作战 被批准就意味着 他们拟定的二号作战计划 遭到了盟军总部的否决 中央身为西亚战区总司令 做事还算公平 至少他没有搞一言堂 而是同意将李其薇 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 以及司令姆拟定的 二号作战计划 一起上报给了盟军总部 由盟军总部最终选择 但是最终的结果 仍旧是李其薇 这一派胜出 李其薇的作战计划 很简单 就是固守中东 静等德意土联军 来进攻 在主力固守巴格达的同时 派一支偏尸 从叙利亚迂回到敌军的身后 搞破袭作战 袭扰甚至切断 轴心国联军的补给线 那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具体该派哪一支部队 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呢 迈克直接了当的就拒绝到 大英帝国的军队 绝不会担负这个任务 因为在我们看来 派一支偏尸深入敌后 根本就是送死 我绝不会让英国的士兵 去送死的 忠义不屑地笑笑 迈克将军 你高估你们英军的战术素养 以及战斗意志了 忠义不屑地笑笑 又说道 事实上 就算你想让英军 担负这个任务 我也绝不会同意的 你不会让英军的士兵 去送死 那么身为盟军西亚战区的 总司令官 我就更加不敢 将整个西亚战区的 五十多万盟军将士的生死 寄托在英军身上 What 迈克怒道 钟将军 你这是在藐视 大英帝国的陆军吗 忠义审然道 迈克 这样的话 你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 不过 我还是非常乐意 再回答你一遍 是的 没错 我就是在藐视 你们英国陆军 在我看来 你们英国陆军 就是一群渣渣 一群废物 你们英国陆军 但凡有一点斗志 就不至于被德军 被日军打成这样 不要激动 迈克将军 别激怒 大吼大叫 改编不了你们英军 是渣渣这样的事实 如果你真的想替 英国陆军证明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们只要在战场上 展现出英国军人的勇气和斗志 你们只要在战场上 将德军 日军 以及义军 打得溃不成军 那么 我就收回刚才说的话 我还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你们道歉 但是现在 抱歉 我真的没有办法尊重一支 十几万人 却向日军几万人投降的军队 我更无法尊重 明明一支战尽优势 却被德军打得几乎全军覆灭的军队 Oh shit 麦克挥舞着胖乎乎的胳膊 大声地吼大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中国军队 在战场上 又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真希望你们中国军队的表现 能够配得上您的嘴巴 忠义 微微侧手 如你所愿 忠义笑着说 我们中国人 从不让人失望 麦克很失趣地闭上嘴巴 不再吭声 不过心里却暗暗发狠 等到你们中国军队 吃了败仗的时候 看我怎么羞辱你 你今天加诸于我们的 到时候一定要十倍百倍地讨还 这时候 巴顿主动对忠义说道 忠将军 请您将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我们第七集团军的 第八十二空降师吧 忠义摆了摆手 诶 巴顿将军 我无意否定美国军人的勇气 更加不想怀疑你们 为了赢得胜利 而做出的努力 但是是否由第八十二空降师 担任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就让第八十二师的小伙子们 跟我们中国的小伙子们 来一场真正的较量吧 巴顿皱眉说道 你是说演习吗 忠义讲举 正如您刚才所言 我也无意否定 中国军人的勇气 更不想怀疑 中国军人 为了赢得胜利 而付出的巨大牺牲 但是请示我直言 空降师的组建 可没那么容易 不是学几次跳伞 就能胜任的 中国远征军所属第一 第二集团军 在进行适应性训练的同时 另一项工作 也在有条不紊的展开 那就是第一集团军 所属第一师 第二集团军 所属第二师 由步兵师改为空降师的重组 以及训练的工作 到现在 第一第二 两个师 已经训练了两周 也进行了两次 低空模拟跳伞训练 表现尚格 忠义微微笑着说道 巴顿将军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派哪个师 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就让美军的小伙子们 和我们国军的小伙子们 来一次真真正正的比赛吧 谁赢了 就派谁去 巴顿便说道 OK OK 既然钟将军 您都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不再多说什么 不过 我还是要说一句 空降作战 你们国军一定会输的 好 结果 也许会让你大失所望的 忠义笑道 巴顿耸耸耸牵 自信地说道 失望的恐怕是 钟将军您呢 忠义便说 那么 现在就出题吧 美军第七集团军 国军第一集团军 各出一个团 有两个团 分别把守模拟目标 所有参们都必须均等 然后 由美军空降第86师 攻击国军的目标 国军空降第一师 则攻击美军所把守的目标 谁先消灭对方的守军 多取目标 就算胜出 怎么样 巴顿欣然说道 我没有意见 我们美军 就由陆战一师的A团 来把守目标吧 陆军一师的A团 我的上帝 这可是一只真正的精锐啊 忠义笑笑又说 那么国军 也是第一步兵师的第一团吧 巴顿便笑着说 就这么定了 美军的A团 和国军的一团 无论是兵力数量 还是技术装备的种类和数量 基本上完全一致 这很公平 忠义便说 至于时间 就定在十天之后吧 报告 帐篷外 响起两个响亮的声音 忠义头也不抬地说道 进来 三个身影便鱼冠而入 分别是安镇远 鱼左美龙 还有王群 安镇远和鱼左美龙 现在扛的是上校军衔 这是又升官了 看到鱼左美龙 忠义愕然道 老总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 我好像没叫你来吧 于总美龙的汉语 已经说得非常流利 总总 是这么回事 这次演习 能不能换我们第二空降市场 诶 凭什么呀 安镇远一听就急了 怒道 凭什么换你们第二空降 中国远征军的两个空降 并不是由第一集团军 和第二集团军的 某两个改变而成的 而是由特战旅的第一团 第二团为机干 再补充数千名精锐老兵 扩编而成 忠义这么做的意图很简单 就是要把第一空降 第二空降 打造成两把最为锋利的匕首 直插龙梅尔的心脏 而且由特战旅 扩编成的两个空降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特战旅的特种兵 都接受过散将训练 有散将的经验 能够快速地形成战斗力 巴顿以为美军的空降 成军的时间要更长 所以空降经验以及战斗力 就要比国军强 却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 国军空降兵的空降经验 比美国大兵丰富得多了 听说国军要跟美军搞演习 余总美龙便立刻坐不住了 就眼巴巴地跑过来找忠义 凭什么 余总美龙也渐渐适应了 国军将领 相互之间的相处模式 恒生说道 就凭上次对抗演习 我们第二空降赢了 安诊员怒道 那只是意外 意外而已 余总美龙却说 没办法 输了就是输了 安诊员又说 那在前面的演习 你们第二空降输得更多呢 余总美龙又说 谁跟你比前面的呀 就比最近的 安诊员转向忠义 求援道 宗作 那个拼拼灵 这老左太无赖了 忠义其实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当下笑着说道 老左啊 这次恐怕不清 因为我已经跟巴顿约定好了 只能是第一空降 这样啊 余总美龙面露失望之色 安诊员闻言 便立刻松了口气 但是安诊员 还是小觑了余总美龙 就在安诊员以为 余总美龙已经放弃的时候 余总美龙忽然又说道 总作 由第一空降 担负演习的任务 这样没问题 但不能所有的好事 都归第一空降吧 要不然这样 由我指挥第一空降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忠义心头微动 安诊员立刻就急了 不行 这绝对不行 我去让你指挥 这他们叫什么话 余总美龙哼声说道 人话 这样才能达成更好的演习效果 顿了顿 余总美龙又说 不是有个成语交 未雨绸缪吗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老安你身手是不错 但谁能保证 你就不会死 还有 谁又能保证 你落地之后 周围就是第一空降的官兵呢 万一你身边都是 第二空降的官兵 你怎么办 还有我呀 谁知道我身边 会不会是第一空降的人 所以说 我们得提前做准备 至少得让第一空降的团长 营长 适应一下我的指挥风格吧 对吧 当然了 第二空降 也必须提前适应一下你 行 这是个好主意 忠义一锤定音 就这么办了 由老左指挥第一空降 跟美军进行对抗演习 宗座 这不好吧 安镇员的嘴巴便立刻撇下来 就这样 忠义根本不容分辨 对余总美龙说道 老左 你这就去第一空降的营地 先熟悉熟悉 是 余总美龙趴得立正 临出帐篷前 还冲安镇员眨巴了一下眼睛 安镇员便恨恨地跺了一下脚 愤愤然离去了 忠义也没怎么在意 又把目光转向王荀 忠义帮王荀 整了整小番领 笑道 哟 不错 晋升了 王荀趴得立正 毕恭毕敬地说道 这都是总座您的栽培 你错了 忠义摆了手 你之所以能够晋升 不是因为我想栽培你 而是因为你的能力配得上 是 绝不辜负总座您的细许 王荀说道 忠义摇了一下头又说 这次的演习 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荀显然做了不少功课 不假思索地达到 这次演习 美军是空降作战 所以不可能携带重装备 所以我军兵力虽然处于劣势 但装备上占据优势 所以我决定 依托有力地形 跟美军第86空降 打消耗战 只要美军的弹药耗尽 我们一团就可以转入反攻 就能轻松地消灭他们 依托有力地形 忠义文言一下促进 眉头右手 王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科威特郊区 好像都是沙漠地形吧 哪来的有力地形 给你们依托啊 王荀便说 这个我有想过 我已经考察过演习地点 发现距离海边不远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挖一条壕沟 将海水引进来 形成半环绕筑地的护城河 挖掘一条壕沟 忠义陈生问道 你有没有计算过 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啊 王荀便说 我已经计算过了 来得及 根本不用十天 只需要七天 就能挖出一条四米宽的壕宫 足可以挡住美军进攻 忠义欣然点头 这样的话 最好再加上一道保险 王荀微微一笑 总作师说 在环绕筑地的护城河内 挖一条内圈壕宫 在内圈壕宫内灌满原油 等美军前来进攻的时候 再引燃原油 以大火阻止美军的攻势 对吗 忠义欣然点头 对 科威特到处都是油田 原油可谓是取之不尽 是 王荀趴的立正 保证完成任务 忠义点点头 去吧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与此同时 巴顿也把第82空降师的师长 和参谋长 叫到他的办公室 第82空降师的师长 不是别人 就是李其威 他的参谋长 就是泰勒 在另一个时空 在十年之后的朝鲜战场 这对老搭档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不过现在 从指挥经验上 这两个人 还只是出出茅庐的 矛头小子而已 尽管他们的年龄 比中裔大一轮都还不止 听书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王 作者寂寞见客 主播西风 丸子 第988集 巴顿说道 李其威还有泰勒 多余的话 我不想多说 我就只说一句 我半点都不想输给中国人 尤其不想输给那个乳秀 未干的毛头小子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其威跟泰勒 交换一记眼神说道 将军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输的 对 我们第82空降师 一定会抢在国军之前 歼灭他们的守军 泰勒也是自信地说道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巴顿点点头又说 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想法 泰勒便说 没什么新奇的 都是军校课堂上 教过的内容 史密斯上校的A团 将摆出一个标准的防御阵型 我们第82空降师的三个步兵团 将摆出标准的突击阵型 第82空降师 所属迫击炮团 将提供强有力的炮火支援 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 良好的训练 以及先进的进攻战术 我们将毫无悬念地 赢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人是不可能赢我们的 就这 巴顿 引以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李奇威便耸耸肩说道 将军 主要是我们之前 没跟中国军队接触过 尤其是没有跟中意 所率领的国军 有任何的接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说死一顿 李奇威又忽然说道 哦对了 史迪威将军跟中意是搭档 他对中意的作风 以及他麾下国军的特点 应该非常了解 不如发一个电报 请教一下他吧 巴顿皱眉说道 我早就已经请教过史迪威了 只不过 他也只能提供一些 很笼统的说法 他反复说 中意的指挥风格 非常的激进 但是又非常的稳妥 我实在是想象不出 激进还有稳妥这两个词 如何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 还有中意麾下的部队 作风十分之顽强 但是又不失狡诈 在中国战场 以及东南亚战场上 日军就每每吃他们的大亏 所以 你们在估计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时 一定要以最高标准 超德军的标准 要把他们当成最为危险的对手 这 这有必要吗 泰勒面面相觑 李其威也不以为然地说道 将军 你说中意的指挥造诣很高超 这我相信 不管怎么说 他也算是从我们西点军校 毕业的高材生 但你要说 他挥下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堪比德军 这一点 我却无法认同 中国军队 又怎么可能跟德军相比呢 巴顿坚持说道 按照德军的标准 来制定作战计划 马上重新地制定作战计划 李其威耸了耸钱 好吧好吧 那就按照德军的标准 制定作战计划 尽管我认为 这根本没有必要 十天之后 演习终于开始 一方面是因为心里有气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这是国军和美军之间的演习 跟他们应该无关 中意和巴顿也没有在意 说句实话 从一开始 中意就没怎么指望英国军队 因为英国军队的构成 实在是太过复杂了 有来自澳洲 新西兰的普通军 有来自加拿大 东南亚的普通军 更多的则是印度 英帕尔的普通军 这样的普通军 对于英国 毫无认同感 又哪来的战斗力 打顺风仗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可一旦打逆风仗 这些军队 几乎就是用沙子堆成的军队 风一吹就散架了 所以中意 从未对英军 抱有什么期待 反而对美军 中意有着不小的期待 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 美军也是一支能达仗的部队 为了方便高级将领观战 主席台高出地面有几十米高 所以从主席台上 居高临下地看下去 可以将左右两侧的美军A团阵地 以及国军E团的防御阵地 尽收眼底 看到美军A团和国军E团 都环绕营地 挖出了一条壕沟 并且淫入海水 中意和巴顿脸上 便立刻流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意 这一局双方平分秋色 中国人的脑子果然好使 但是美国人也不全是蠢猪啊 紧接着远处沙漠上 便腾起了龚鬼的烟尘 却是国军第一空降师 和美军第82空降师的主力 既然是演习 就不可能真的空降作战 因为这个时代的空降 有很大的危险性 即便是在最良好的天气下 空降的死亡率也超过一成 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条件 空降的死亡率甚至会超过三成 这也就是说 仅只是跳伞 就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士兵 阵亡了 这么高的死亡率 空降部队在演习时 当然不可能真的跳伞 而只能是模拟跳伞 所以是坐着倒击卡车来的 美军第82空降师一到战场 便立刻展开了兵力 将国军一团 从三个方向包围起来 只剩下靠海的一边没有围 所以 其实相当于四面合围了 到中午时分 美军第82空降师 便已经完成了部署 随即向国军一团 发起猛烈进攻 也不知道是不是演习队员股 美军第82空降师 很舍得花本钱 一上来 就是营级规模的集团冲锋 一个营打光 就立刻投入第二个步兵营 第82空降师的工兵 也很英语 冒着生命危险 跳入灌满了海水的壕沟 搭建福桥 不过 国军却始终没有动静 美军第82空降师这边 已经打了一下午了 可是国军 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巴顿 放下望眼睛 扭头对中医说的 你们打算等到什么时候 中医一摊手术了 巴顿将军 很遗憾 我也不知道 真的吗 巴顿表示怀疑 当然 中医说的 巴顿问了一个屁 只能一脸郁闷地说的 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过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你的一团就快要顶不住了 中医点点头 并不否认 从目前的形势看 是的 必须得承认 美军的工兵部队是真的厉害 愣是顶着国军炮火 在环绕国军阵地的壕沟上 架起了十几座简易的副桥 借助十几座桥梁 美军第82空降师 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 到下午四点钟左右 国军一团的外围防线 就全部失手 支援火力 也已经所剩无几 巴顿嘴角就不由地 泛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从目前情形来看 最多再有半个小时 第82空降师 就可以突破国军一团的防线 全歼一团 不过 当巴顿的目光 转向身边的钟义时 却不由地 又是心头猛的一突 因为从始至终 钟义脸上 都是那副 云淡风轻的表情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当下巴顿的心下 恶狠狠地存到 待会儿等第82空降师 突入一团阵地之后 我看你还怎么保持这份阵地 只不过 巴顿的愿望 注定要落空了 就在第82空降师 即将突破一团防线之时 一边陡升 只见伤亡过半的国军一团 突然间收缩 撤退到了核心阵地 收缩兵力 以加强火力吗 这根本没有用 巴顿宁笑一声说道 反而只会加速你们的败亡 因为国军一团收缩之后 第82空降师也跟着收缩 火力也会跟着加强 并且加强的浮动 只会比国军更大 然而 巴顿的话音还没有落 一抹火红突然之间泛起来 接着一档火光 便迅速蔓延开来 一下子席卷国军防御阵地 将国军一团的整个阵地 全都包裹起来 这是 巴顿便一下愣在那了 这是作弊 怎么可以放火呢 一个美军参谋大叫道 作弊 终于仿佛听到了最为好笑的笑话 等到德军打过来 如果德军实施火攻 你们也跟他们说 你们作弊嘛 美军参谋顿时哑然 这时候巴顿说道 就算采取火焰割断 最多也就坚持两个小时 这点时间 国军第一空降师 根本就不可能突入 美军A师的阵地 顿了顿 巴顿又说 所以这次演习 仍是我们获胜 终于便说 巴顿将军 现在就说美军获胜 还言之过早啊 夜幕之下 于左美龙将三个团长 召集到跟前 一个小时 于左美龙伸出一枚手指说道 我只给你们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突破美军的防线 全间美军A团 老总 你就瞧好了吧 老总 你就瞧好了吧 第一空降师团团长 杨峰说道 夜战进战 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打夜战和进战 美军就连给咱们提鞋都不配 于左美龙却说 不可大意 这毕竟是沙漠地形 跟咱们之前 习惯了的丛林地形 以及城市地形 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一定要小心 嗨 沙漠地形也是一样 第二空降师团团长 李斯根说道 天色一黑 美国大兵 能不能打中目标 那都是两说 就是 第三空降师团团长 史一生也说道 前几天呢 我们不是偷偷侦查过 他们的夜间训练吗 那命中里 可真是惨不忍睹啊 光听到重击枪 在那扑扑扑地开火 就是不见目标中弹的 用我们总做的话来讲 美国大兵 得打掉几万发子弹 才能命中一个目标 就这命中率 跟我们打 那还不是着虐吗 于左美龙说道 总之 小心就对了 待会命令传达下去之后 三个主力团 从三个方向 同时发起进攻 没有主次之分 全都是主攻 我再强调一遍 只给你们一个小时 是 杨风 李斯根和水生 轰然应诺 回去准备吧 于左美龙说道 五分钟之后 开始总攻 杨风 李斯根和水生 便赶紧回到 各自部队的出击阵地 五分钟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于左美龙 看了看手表 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枪 对着夜空就是一枪 搜的一声 一发红色星号弹 轻刻间掠空而起 在空中拉出了一道轨迹 下一刻 国军第一空降师的 三个主力团 便从三个方向 同时向美国陆军 A师的防御阵地 发起了进攻 此时 在主席台上 巴顿和中义 几乎同时看到 红色的星号弹 开始了吗 巴顿再次举起望远镜 对准A师的防御阵地 几乎是巴顿的视野 转过去的同时 从A师阵地上 便升起了 数发照明弹 耀眼的强光 轻刻间 将方延十几公里的区域 照得亮如白昼 巴顿便得意地 略了钟义一言 说道 钟 现在 再没有什么夜间了 钟义淡淡地说道 那可不一定 夜间就是夜间 照明弹改变不了的 巴顿微微一笑 也没有跟钟义争执 而只是专注地观察 A师的防御阵地 刚开始的时候 巴顿的精神 还是很放松的 但是过了还不到五分钟 眉头就促紧了 又过了五分钟 脸色就变得十分难堪 因为越来越多的 A师官兵身上开始冒烟 然后被裁判判定阵亡 再把望远镜的视野 转向国军的第一空降师 却发现 国军第一空降师的官兵 大多都躲在五百米开外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国军 在交替突进 美军A师的重击枪火力 猛烈开火 却收效甚微 史密斯这个蠢货 在搞什么 巴顿的脸色 便彻底垮下来 接着 更让巴顿瞠目结实的一幕发生了 当美军A团伤亡到一定程度之后 国军第一空降师 便突然间发起了总攻 且国军空降师的总攻 跟美军有很大区别 这是什么进攻战型 不光是巴顿 身后的几个美军参谋也愣了 就他们了解 无论国军 日军 德军 或者苏军 发起进攻的时候 基本都是一翁而上 一个连的进攻 就有一个连的一翁而上 一个营的进攻 就是一个营的一翁而上 一个团的进攻 就是一个团的一翁而上 冲锋过程中 除了拉开散兵线 就再也没有别的 但是中国远征军 第一空降师的部队 却不是这样 第一空降师的进攻 有着严格的阵型 三角形 三个人组成一个攻击小组 三个攻击小组 组成一个攻击序列 然后十几个攻击序列 在A团的阵前 一字摆开 区区不足百人 却拉出了几百米的阵宽 这样的进攻路数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欢迎收听 由咒语惊贤和阅文听书 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王 作者寂寞见可 主播西风 丸子 第九百八十九集 这是什么进攻阵型 巴顿猛了 忠义心下冷然 这是什么进攻阵型 这是三三制进攻阵型 巅峰轻步兵的进攻阵型 巴顿不断地调整焦距 试图将整个战场 射入望远镜的视野中 但是这是徒劳的 因为同时出现在 他视野中的远征军战士 绝不会超过九人 也就是最多同时 三个战斗小组 每个战斗小组三人 互相之间的战术 配合十分娴熟 在一人向前突进之前 另一人必定会做出 洋装吸引A团火力 而小组中的另外一人 则会在侧后方提供火力支援 A团的机枪火力 往往故此失彼 即便反应及时 也往往要消耗几百发 甚至上千发的子弹 才能撂倒一个中国兵 巴顿就通过望远镜亲眼看到 A团正面的一艇布拉宁重击枪 都已经打得冒烟了 才把两个中国兵打得冒烟 被迫退出演习 志愿军被称为轻步兵巅峰 绝不是侥幸 三三制进攻战术 被称为轻步兵战术巅峰 也绝不是假的 在远征军第一空降师 祭出三三制战术之后 美军A团很快就抵挡不住 还不到两个小时 第一空降师的三个主力团 就几乎同时突入A团阵地 A团指挥官被迫竖起了白旗 向国军投降 然而在这个时候 美军第82空降师 还在跟国军第一团对峙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号角声响过 这次对抗演习正式结束 中国远征军取得了这次演习的完胜 美军遭到了空前的惨败 演习结束之后 赵立会有战术讲评 英军的降临 赵立没有参加讲评 李奇威 泰勒 史密斯等美军军官 以及巴顿等高级降临 却都出席了 只不过一个个的 都有些垂头丧气 情绪不高 小伙子们 精神点 巴顿拍拍巴掌大声地说道 你们应该感到高兴 更应该感到庆幸 庆幸这只是一次演习 而不是真正的战斗 不然你们丢掉的 就不只是一身的军装 而是性命 另外你们也见识了中国兄弟的战术 现在你们应该明白 日军为什么会败在中国远征军手下了吧 所以这没什么好泄气的 拿出你们的精神来 虚心向我们的中国兄弟学习 然后 将从中国兄弟那里学来的本事 用到德国佬的头上去 再然后打败德国佬 解放整个欧洲 再然后回国度假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OK 听到这 美军军官终于发出了一声欢呼 情绪不再像刚才那样的低沉 巴顿这才对忠义说的 中长官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你先说吧 忠义点点头 朗声道 这次对抗演习 虽然说是我们中国远征军营了 但是说实话 我们赢得并不轻松 美军也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尤其是A团 防御阵地的构筑 火力的运用 以及兵器的熟练程度 都要远胜于我军 忠义照例 对美军狠狠地夸奖一番 反正说好话 又不用上睡 动动嘴皮子而已 却能让大家都开心 又何了而不为呢 但是问题还是要找的 不然巴顿是不会答应的 当下忠义又说 美军最大的不足 或者是弱点 就是实战经验不足 美军的官兵 大多都没有参加过真正的实战 所以在应对各种状况之时 难免就会手足无措 手忙脚乱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打过几次仗 就能够弥补这些缺点 届时 美军就一定会成为 一支强悍的军队 对于忠义的讲评 巴顿明显不太满意 他觉得忠义太敷衍了 只不过现在 巴顿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也懒得多说什么 程序很快进入到美军讲评 巴顿问道 忠首长 我想知道中国远征军第一空降师在演习中采取的战术是什么 忠一边说到这是三三制战术 三三制战术并不是什么秘密 这种战术脱胎于抗战 发展于解放战争 最后在朝鲜战争中 趋于成熟 形成体系 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 三三制战术 就是轻步兵战术的巅峰 就是巅峰 没有之一 只不过 美军永远也不可能学会三三制战术 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美军不是轻步兵 美军是重装步兵 是机器化步兵 甚至于信息化步兵 所以忠一根本就不怕美国大兵 学会三三制战术 学了也没用 你说啥 美军学会了三三制战术之后 就能做出针对性的破解 将来有朝一日朝鲜战争 一旦再次爆发 志愿军可能要吃大亏 瞎扯淡呢 在这个时空 且不说朝鲜战争 还有没有可能爆发 就算是朝鲜战争 一样会爆发 三三制战术 也是彻底误解的 三三制战术 又不是武功秘籍 需要密布使人 三三制战术 展开攻击之时 攻击阵型就摆的呢 敌人也是清晰可见 一句话 巅峰的轻步兵战术 需要巅峰的轻步兵 才能运用 别家就算学会了 三三制战术 也用不来 强用 只能是话虎不成 反成猫 所以终于是真不怕 美军学会了 三三制战术 当下 大大方方的 讲解起战术 巴顿 以及身后的 美军军官听了 赞叹不宜 但赞叹完了之后 又有些遗憾 因为 这个战术 对美军没啥用 与此同时 在开罗 德军 非洲军团司令部 龙梅尔 在司令部作战大厅 召开讨论会 讨论接下来的西亚 作战计划 相比盟军 轴心国军队的反应 明显慢多了 不过 这也不是龙梅尔的原因 而是因为 后勤物资的补起原因 由于土耳其意外加入 非洲军团的路上交通线得以打通 但是 从德国本土 经由巴尔干半岛 在经过小亚西亚 以及中东 运到埃及 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 轴心国军队 足足准备了撒运 但是现在 轴心国军队 终于完成了准备 而更为重要的是 情报处 也已经把西亚盟军的情况 基本上摸排清楚了 带司令部的德军 义军 以及土军高级将领 以及高级参谋人员到期之后 龙梅尔首先 冲情报处长 梅林金点点头说道 首先说说西亚盟军的情况 是 梅林金应了一声说道 西亚战场的盟军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美军第七集团军 英军第八集团军 以及中国远征军 第一第二集团军 中国远征军 中国军队 居然还有中国军队 哦上帝 那不是东亚兵夫吗 是的 那根本就是沙子一样的军队 听到这 义军 土军高级将领 便纷纷言嘴失笑 德军的不少高级将领 和高级参谋 也是神情错愕 龙梅尔的眉头 便一下子促进 作为一名高级将领 龙梅尔可以接触到很多机密文件 所以阅读过不少 日军和国军的战报 所以龙梅尔知道 国军是一支战斗力 十分强悍的军队 但是德军 义军 土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 都没有资格接触到这样的机密资料 所以根本不知道国军的厉害 当下龙梅尔说道 梅林金 把你知道的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情报 都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中国远征军 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是 梅林金党 诸位 在你们的印象中 中国人是东亚兵夫 对吗 但是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 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中国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中国了 尤其是中国远征军 曾经在缅甸打败过日军 进攻缅甸的日军 可是在东南亚将英军打得溃不成军 在新加坡 迫使十几万英军 缴械投降的日军 可就是这支日军 最终却被中国远征军 打得全军覆灭 五十万大军 最终只有区区几千人 逃回印度支那半岛 而且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兵力 仅仅只有二十万人 武器装备方面 更是远远不如日军 最终结果 却是日军惨败 听到这 在场的德军 义军以及土军高级将领 便纷纷道歇了一口凉气 龙梅尔这才缓缓说道 所以 对于中国远征军 我们绝不能有任何侵蚀 我们非但不能侵蚀 中国远征军 反而要格外地重视 中国远征军 作战大厅里 便立刻沉寂下来 再没有人敢说笑 龙梅尔又对梅林金说道 梅林金上校 您继续说 是 梅林军点了点头 又说 盟军的兵力数量 大约在一百万左右 其中 中国远征军 两个集团军 三十万 英军 第八集团军兵力 二十万 美军 第七集团军兵力 最多 目前至少已经超过了四十万 而且还在增兵 听到这 大厅里的高级将领 并无任何表情 因为轴行国军队的兵力更多 德意土联军加起来 足有一百五十万人 梅林金 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 又接着说道 装备方面 盟军拥有各型作战坦克 以及装甲车超过四千辆 各型作战飞机 大约三千架 各型火炮 近万门 听到这 作战大厅里 终于响起了吸气声 盟军的装备数量 有些多呀 因为轴行国联军的 重型装备 其实主要是德军的 拥有坦克 以及装甲车超过两千辆 各型作战飞机 一千五百余 各型火炮 五千门 在这最主要的几样装备上 他们轴行国军队 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于是作战大厅里的气氛 便开始变得有些凝重 至少不再像刚才那样的轻松 以及乐观 龙美尔便微微一笑 朗声说道 各位不必紧张 盟军的重型装备数量 虽然两倍于我们轴行国联军 但是这根本没什么 因为重型装备 只有投放到战场上 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不能投放到战场上 那就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 非洲军团参谋长 高斯文言 便神情微动 沉声说道 袁帅阁下是说 截断盟军的后勤补给线 使得他们的飞机 坦克 因为燃油耗尽 半路抛锚 使得他们的大炮 因为缺乏炮弹 而成为摆设 龙梅尔点头 没错 战争的本质 说到根上 其实就是保护好 自己的后勤补给线 同时 想方设法地截断 敌军的后勤补给线 作战处长 威斯特法尔 就没说道 可问题是 盟军的后勤补给线 走的是海陆 而盟军的海军 又完全控制了地中海 以及印度洋 所以 要想截断盟军的 后勤补给线 纯属妄想 除非 中日海军联合舰队 肯支援印度洋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 就不要指望了 他们不可能来印度洋的 龙梅尔说道 不过 即便是没有日军 海军联合舰队 也并不意味着 就没有机会 截断盟军 后勤补给线通道 毕竟 盟军不可能 一直归缩在科威特 他们总是要进攻的 高斯便扭头 问梅林金 梅林金傻笑 盟军的进攻计划 搞到了吗 梅林金脸上露出了一抹羞愧之色 说道 非常遗憾 参谋长阁下 我们的情报人员 尽了最大的努力 甚至用美色 控制了一名英军的高级将领 但是 盟军的进攻计划 据说是由中国远征军总司令 兼盟军西亚战区总司令 中义 所掌控的 所以弄不到 高斯正要发火时 龙妹儿却摆了摆手 诶 弄不到盟军的进攻计划 也不要紧 因为 我大概可以猜到 盟军的计划 我刚才都说了 战争的本质 其实就是保护好 自己的后勤通道 同时 想尽一切方法 切断敌军的 后勤部级通道 欢迎收听 由咒语惊贤和阅文听书 联合出品的有声小说 抗日之全能兵王 作者寂寞见可 主播 西风 丸子 第九百九十集 高斯昼梅说道 司令官各项 我们恐怕很难切断 盟军的后勤部级线 龙梅尔摆了摆手 诶 先不说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战争的本质 就是保护好 自己的后勤部级通道 同时 要想尽一切办法 切断敌军的后勤部级通道 鉴于此 盟军也一定会想办法 切断我们的后勤部级通道 高斯文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土联军总司令阿德安 却不屑地冷笑一声说道 联军的后勤部级通道 由我们土机军总司令阿德安 却不屑地冷笑一声说道 联军的后勤部级通道 是由我们的土机军负责保护 盟军要想切断 是痴心妄想 龙美尔微笑点头 又说 阿德安将军 我对你们土机军的战斗力 很有信心 联军的后勤部级通道 有你们土机军在 一定能够稳如阿尔卑斯山 阿德安微微汗手 多谢总司令阁下 对我们土机军的信任 龙美尔微微侧手又说 虽然联军的后勤部级通道 由土机军负责保护 稳如阿尔卑斯山 但盟军对土机军的战斗力 缺乏了解 或者说 即便他们知道土机军战斗力 足够的强悍 也一样会把联军的后勤 补给通道 作为其突破口 说此一顿 龙美尔又说 更加确切一点说 盟军的目标 肯定是这里 一边说 龙美尔手中的木杆 一边在沙盘上 缓缓上移 最终停在了 又发拉底和上游的 某一座城市 阿德安 高斯等轴心联军高级降临 目光便也纷纷跟着停下来 定睛看 却是活骆驼 与土机边境的一座城市 阿卡拉斯坦 就这 阿卡拉斯坦 龙美尔说道 阿卡拉斯坦 不仅是活骆驼 与土机边境最大的城市 而且还是整个西亚的水路交通枢纽 亚非铁路也从这里经过 盟军一旦占领 阿卡拉斯坦 就能一举彻底切断亚非铁路 亚非铁路 一旦遭到盟军切断 我驻吞在埃及附近的150万联军 就会陷入绝境 超过2000辆战车坦克 以及超过1500架飞机 就会成为开不动的玩具 超过5000门大炮 就会因为炮弹告庆 而成为玩具 最后 盟军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消灭掉我们 所以 阿卡拉斯坦 和亚非铁路的重要性 怎么凸显都不过分 说到这 龙梅尔又脱下军帽 向阿德安身居一躬 说道 阿德安总司令 我仅代表援手 以及整个轴心同盟 感谢你们保护 亚非铁路的重任 这时候 阿德安心里 其实已经有些发毛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亚非铁路 和阿卡拉斯坦的地位 竟如此重要 真要是这样的话 仅凭他手里的 20万土机军队 只怕是真的守不住啊 但是刚才 他都已经把大话说出去 已经说不回来了 当下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总司令阁下言重了 身为轴心联盟的一部分 这是我应该做的 龙梅尔又说道 阿德安将军 阿卡拉斯坦至关重要 还请你尽快返回 是 我这就赶回阿卡拉斯坦 阿德安说完 戴上充满土机风的军帽 匆匆走了 目送阿德安的身影远去 德军非洲军团参谋长 高斯说道 总司令阁下 正如您刚才所说 亚非铁路 和阿卡拉斯坦的重要性 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您真的决定好了 要把保护亚非铁路 和阿卡拉斯坦的任务 交给阿德安的土机军吗 乙军总司令 屋里你也说道 是啊 将军搁强 土机军的战斗率 就是渣呀 在近代世界军事史上 有两朵奇葩 如果说中国是东亚病夫 那么土机 就是西亚病夫 近代中国 虽然积贫积弱 跟西方列强 签订了无数不平等的条约 但至少保持了领土的完整 可怜的土机 却丧失了70%的国土 所以 土机军的战斗力 也是可想而知的 连苏莱以投降为乐视的异军 也看不起土机军 高斯又说道 总司令各项 我觉得还是慎重考虑吧 龙美尔眉头微微一皱 又说 高斯将军 那么你说 我们应该派多少军队 去保护亚非铁路 和阿卡拉斯坦呢 20万 50万 多少才够呢 高斯便立刻陷入沉默 是啊 派多少军队才够呢 如果盟军真把亚非铁路 和阿卡拉斯坦 作为攻击目标 那么除非是把整个非洲的军团 都拉过去 要不然的话 无论派20万还是50万 那都是给盟军送菜呢 除非是非洲军团主力 否则根本不可能顶住西亚的盟军 想到这儿 高斯便又说道 纵司令格下 不如以军团主力 沿亚非铁路 潜出阿卡拉斯坦 就在阿卡拉斯坦 跟盟军决战 梅林金等一众德军军官的目光 便纷纷转向龙美尔 高斯的提议 无疑是一种选择 无非就是再来一次阿拉曼战役 联军既然可以打赢阿拉曼战役 就没有理由打不赢阿卡拉斯坦战役 毕竟相比打阿拉曼战役之时 联军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 都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了 当初打阿拉曼战役之时 联军仅仅只有不到30万人 而盟军的兵力 则是整整50万人 至于坦克 飞机 大炮等重装备的数量 那就更加不用提了 现在 联军的重装备数量 跟盟军的差距已经不算大 联军的兵力 更是已经超过了盟军 而且 多了近一半 所以轴心联军 根本没有理由打不赢 阿卡拉斯坦战役 然而 龙美尔却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这一提议 说道 不行 联军绝不能在阿卡拉斯坦 跟盟军进行正面结战 甚至 不能跟盟军正面结战 你们不要以为 联军赢了阿拉曼战役 就可以复制到阿卡拉斯坦 那我告诉你们 这根本不可能 联军虽然赢了阿拉曼战役 但其实赢得很侥幸 要不是亚历山大那个蠢货 犯了致命的错误 输的就会是我们 阿卡拉斯坦的地形条件 比阿拉曼还糟 而盟军指挥官中意 却要比亚历山达那个蠢货 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们如果还选择正面结战 得到的只能是一场 前所未有的惨败 高斯皱眉说道 总司令阁下 西亚盟军的总司令 是中国人吗 龙梅尔点点头 对 西亚盟军总司令 是中国人 很意外吧 他叫中意 据说今年 还只有27岁 年轻到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什么 27岁 高斯顿时愣在那了 在场的德军 义军高级将领 也都是猛在那 一个27岁的战区总司令 这也太夸张了吧 义军总司令 乌里尼吃声说道 将军各想 不会是情报错了吧 乌里尼将军 你是在怀疑 我们德国情报部门的能力吗 梅林金不满刀 哦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乌里尼 吓得双手连摆 德国情报部门 据说跟盖世太保 有着很深的渊源 他可不想得罪 这些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凶人 龙美尔摆了摆手 说道 梅林金煞笑 告诉他们 中意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 梅林金 微微一顿手 拿起面前的一个文件夹打开 然后照着念叨 中意 姓别男 年龄27岁 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在西点军校就读时 表现不温不火 但在四年前 爆发的中日战争之中 却如彗星一般崛起 此人几乎参与了前两年 中日两国之间 所有的大型战役 从松户会战 到南京保卫战 从南京保卫战 到武汉会战 从武汉会战 到长沙会战 又从长沙会战 到浙明会战 除去前期的松户会战之外 此后的几次大型会战 虽然名义上 不是由中意指挥 但实际上 就是由他指挥 我要重点说明的就是 所有的这些战役 中意的指挥造诣 只能够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经验 此人的指挥造诣 简直堪称是经验 在我们的盟国 日本 军事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 日本之所以会陷入泥潭 不能够在于美日苏 等国的战争中 快速取胜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战争之中 消耗了太多的兵力 而在于中国的战争之中 所消耗的兵力 一大半都是拜中意所赐 现在你们该明白 盟军西亚战区的总司令 中意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了吧 现在你们该明白 盟军总司令部 为何会是种族歧视于不顾 却要委任一个素有 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人 来担任战区总司令了吧 梅林金说完 整个会议室 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梅林金说的 太过于震撼 好半场过后 德国非洲空军总司令 瓦尔道中将 小声的说道 上帝啊 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吗 这也太令人吃惊了 没有人吭声 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消化 这一震撼性的情报 龙梅尔也没有急着发谎 而是静静的等待着 众人消化掉这些 足足过了有五分钟左右 龙梅尔才接着说道 现在 现在你们对盟军西亚战区总司令 终于有深刻的印象了吧 众人纷纷点头 这印象确实够深 太深刻了 龙梅尔又说道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 面对亚历山党 这样的既愚蠢又骄傲的宠货 我哪怕只有十万人的军团 也敢跟他的五十万甚至一百万人抗衡 但是面对中义这样的人 即便占据着兵力数量上的优势 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在亚非铁路节点的 阿卡拉斯坦与盟军正面决战 绝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我军 真要是在阿卡拉斯坦与盟军决战 大概率会战败的 盟军底子后 尤其是美国工业基础雄厚 损失一百万军队 损失几千辆坦克 几千架飞机 也没什么问题 不出半年就能补充回来 但是帝国是个什么情况 诸位十分清楚 非洲军团的一百五十万军队 超过两千辆坦克装甲车 超过一千五百架作战飞机 以及超过五千门大炮 都已经是极限了 帝国和元首 已经不可能再给予我们更多了 所以盟军输得起 但是我们联军输不清 所以联军绝对不能在 阿卡拉斯坦与盟军正面决战 高斯摊了摊手说道 总司令各想 你已经说服我了 我军确实不能在 阿卡拉斯坦与盟军 进行正面决战 但是如果不这么做 我军又该怎么做呢 龙美尔微微一笑说 我还是刚才所说的 战争的本质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后勤补给通道 同时去切断 敌军的后勤补给通道 高斯仲美说道 可是盟军的后勤补给线 在海上 我们根本够不着 哦 是吗 龙美尔微微一笑 又说 高斯将军 你要学会 用发现的眼光 看待问题 盟军现在的后勤补给通道 是在海上 但是如果盟军的主力军团 潜出到阿卡拉斯坦附近 他们的后勤补给通道 仍旧还在海上 嗯 哎 高斯文言 顿时两眼一亮 但是很快 高斯又皱眉说道 可是 总司令各想 还有个问题 你是担心 盟军不会主动进攻 对吗 龙美尔微微一笑反问道 是 高斯点点头又说 如果这个中意 真这么难缠 那么 他就一定能看得出来 当盟军主力 推进到阿卡拉斯坦附近之后 他们的后勤补给线 就会拉长到一千多公里 就会很容易遭到我军的切断 所以 他很可能会归作不出 选择在巴格达 到科威特一线 与我决战 龙美尔又说 高斯将军 你说的这种可能 不能说不存在 甚至可以说 可能性很高 但是 你却没有看到 盟军拖不起 盟军拖不起 为什么 高斯问道 因为在世界范围 盟军现在的处境 有些不妙 龙美尔微微一笑又说 无论是在欧洲战场 亚洲战场 还是在非洲战场 盟军都是节节败退 作为盟军重要支撑之一的工创新 更是已经奄奄一息 随时可能被灭过 在这种时候 即便是中义 想跟我们打消耗战 盟军总部也不会答应的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 综合分析中义之前的战力 此人也不是一个保守之人 我料定 他不会选择死守的 第991集 停顿了一下 龙美尔最后说道 总之 盟军有不得不进攻的理由 我们也有不得不进攻的理由 最后就看 是盟军先掐断我们的咽吼 还是我们先掐断盟军的咽吼 空军司令瓦尔道文言 便轻笑道 这样的话 结果恐怕已经是注定了 说的是 异军总司令 乌里尼也笑着说道 说到进攻 这个世界上 恐怕没有一个人 比龙美尔阁下 更加擅长进攻作战吧 高斯也点头附和道 是的 说到进攻 即便是古德里安 曼斯坦因他们两位将军 也远远不如龙美尔阁下 高斯他们的言论 有些许的恭维 但基本上说的也是事实 古德里安 或许是闪电战术的首创者 但是将闪电战术 运用到极致的 却还是龙美尔 尤其是非洲军团 在第一阶段作战之中的表现 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 真正的将闪电战的精髓 发挥到了极致 龙美尔 并没有因为 麾下高级将领的恭维 就沾沾仔细 摆了摆手说道 这虽然是一场进攻比赛 但是我们也不能只顾着进攻 而完全不顾及防守 正如高斯将军所说的 完全将阿克拉斯坦的防御 交给土机军队 是愚蠢的 高斯文言 神情微微一动说道 总司令阁下的意思是 派一个或者几个集团军 协防阿克拉斯坦吗 哦不不不 火可不是这个意思 龙美尔摆了摆手 我刚才也说了 面对盟军西亚战区的主力部队 无论是我们派出多少军队 都守不住阿克拉斯坦的 高斯周没说到 那么总司令阁下的意思是 龙美尔便说 要想摧毁盟军 在西亚战场的主力部队 是很难办到的 但是摧毁他们的指挥系统 却还是有机会的 高斯文言顿时眼前一亮说道 总司令阁下的意思是 派特种部队 龙美尔点点头 对 让哈斯勒带着特种作战大队 前往阿克拉斯坦 协助土机军队 对盟军指挥部 实施斩首作战 只要特种作战大队 能够摧毁掉盟军的司令部 土机军的战斗力再雷弱 总也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有这三个月时间 足够我们占领巴克达 彻底切断盟军的不极限 就在这时 一个情报参谋 匆匆走进来 附着梅林金的耳畔 低语了几句 梅林金便立刻向龙美尔报告他 从司令阁下 刚刚接到密报 盟军主力 已于上午从巴克达开拔 其主力分为左中右三路 左路为英军 右路为中国军队 中路为美军 总兵力超过七十万 巴克达的留守兵力 只剩下不到二十万 嗯 很好 龙美尔文言顿时大喜 此时 在巴格达北交 忠义 以及巴顿 背负双手 站在公路边的一个小土坡上 土坡下是公路 盟军的滚滚铁流 正沿着公路 浩浩荡荡地往北开进 扬起的烟尘 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 看得出巴顿的眉头 是粗浅了 从此领个强 巴顿悠悠地说道 我认为主动出击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因为凭借空军的优势 尤其是战略轰大机的力量上 盟军占据绝对的优势 所以盟军完全可以通过轰炸 对亚非铁路实施洗澡战 这样 即便无法彻底切断亚非铁路 也至少可以使其丧失一大半的运力 那么 其余剩余的运力 绝对无法承担起 轴心国联盟 在非洲的150万大军的作战所需 如此一来 轴心国同盟在非洲的军事力量 非但无法形成优势 反而成了一个劣势 而且隆梅尔这个人进攻成性 形势素来喜欢冒险 所以我料地 他一定会主动出击的 也就是说 盟军只需守住巴格达 静等轴心国联盟前来进攻即可 完全犯不着冒这么大的风险 与轴心国联军 对赌进攻作战的 打防御战 也就是在巴格达 与轴心国联军进行决战 盟军至少有六七成的胜算 但如果对赌进攻作战 盟军最多也就五成胜算 也就是说 盟军与轴心国军队的机会 都是一把一把 有鉴于此 我并不认为主动出击是个好主意 忠义淡然道 巴顿将军 这是盟军总部的命令 巴顿轴眉说道 我知道这是盟军总部的命令 但是盟军总部并不清楚西亚战场的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向他们说明情况 忠义悠悠地说道 没用的 现在的盟军在各个战场已经节节败退 尤其是东欧战场 说是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也是毫不夸张 盟军太需要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 盟军太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了 就目前而言 轴心国联军 其实反而不急 该急的 其实反而是盟军的 我们等不起了 巴顿文言莫然 因为从世界范围看 盟军的局面 确实很不容乐观 尤其是东欧战场 苏联眼看就要灭国了 稍稍停顿了一下 忠义又招招手 示意周梦雄上前 忠义对英军的信任度几乎为零 自然不可能把留守巴格达这样的重任 交给英军来承担 所以忠义把周梦雄的第二集团军留了下来 除了周梦雄的第二集团军之外 还有美军的海军陆战队 第一师以及陆军第七师 美军陆战一师以及七师 将被临时编入到中国远程军 第二集团军的战斗序列 接受周梦雄的指挥 这要是隔在半个月之前 不仅是巴顿不会答应 李其威 克拉克 斯米斯等一杆美军中间军官 也不可能答应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经过上次对抗演习之后 美军已经被打服了 美国人就是这样 务实 对于真正有本事的 他们还是服气的 对于没真本事的 美国人就甚至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 那种蔑视都不假掩饰 总总 周梦雄趴的力争 敬礼 恭敬说道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老周啊 不用这么拘谨 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都是落家山军官训练团的同学 忠义微微一笑又说 在临走之前 我再强调一点 千万千万不要主动出击 就是死守 哪怕德军露出了致命破绽 也不要出击 是 周梦雄肃然应当 一周之后 盟军中路主力 进至哈赛克附近 驻营之后 王庚便待着参谋部的几个作战参谋 开始紧张地涂上作业 将盟军的最新进展 以及盟军的动态及时展现出来 等到中一走进作战室时 地图基本上已经画好了 只见三个巨大的红色箭头 正沿着右发拉底河 跟迪格里斯河 向着东北方向 齐头并进 总统 王庚趴的立正 向着忠义进了一级军礼 说道 截至目前为止 盟军的左中右 三路大军 进展都十分顺利 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忠义淡然道 嗯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轴心国军队 控制西亚的时日上端 根本就来不及整合 各个区域的部落势力 能够组织起 像样的抵抗就怪了 说此一顿 忠义又熟 轴心国联军呢 到什么位置了 啊 到这了 王庚伸手一只地图说道 鲁特拜 距离巴格达 还有三百多公里 按照联军的进军速度 大概率会在三天之后抵达 三天之后 龙梅尔的时间掐得很准吧 忠义嘴角 站起了一抹冷笑 啊 是的 王庚点头 不出意外 当盟军的左中右三路大军 在阿克拉斯坦会合之时 轴心国联军 也会同时出现在巴格达西郊 顿了顿 王庚又说 看来 龙梅尔其实挺担心 我们会临时改变方向的 忠义闪然一笑 寂寥之中的结果 换做我是龙梅尔 也会这么做 因为 以轴心国联军的实力 对上盟军 其实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是如果任由盟军主力 北上阿克拉斯坦 再以重兵集团 突袭巴格达 就至少有六七成的把握 抢在盟军截断西亚铁路之前 攻占巴格达 王庚又说 也就是说 龙梅尔有信心 在我们截断亚非铁路 绞杀轴心国联军之前 抢先一步 攻占巴格达 绞杀盟军吧 忠义笑道 至少龙梅尔是这么认为的 王庚沉默的片刻又说 那么 总作认为 龙梅尔有机会吗 忠义便说 我如果说龙梅尔 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你肯定不信 但是我想说的是 龙梅尔不是没有一点机会 而是半点机会都没有 王庚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苦笑摇头 王庚当忠义在跟他开玩笑呢 与此同时 在卢特拜联军的驻地 由于地处沙漠中 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所以龙梅尔 只能把他的司令部 设在帐篷内 这会儿 龙梅尔正对着镜子刮胡子 沙漠中的水源虽然珍贵 但是勤务兵 还是替龙梅尔 找来一大桶干净的水 刮胡子 又用凉水冲了个凉 然后再换上衬衣 吹着袭袭凉风 龙梅尔顿时感到 神清气爽 连日来 在沙漠中行军带来的酷热 以及憋门 都减轻了不少 参谋长高斯就非常的苦逼了 带着作战处的威斯特法尔 以及几个作战参谋 忙碌了整整半天 才终于将盟军 以及联军的最新动态 逐一呈现在地图上 这样 龙梅尔就可以很直观地 通过地图 阅读整个西亚的战局 看到高斯他们几个的成果 龙梅尔欣然地点头说道 高斯将军 你们辛苦了 高斯啪的力争 功声说道 不辛苦 能够为将军阁下 为元首 以及帝国效劳 是我们无上的荣耀 龙梅尔摆了摆手 目光落在地图上 高斯说道 将军阁下 根据空军侦察机提供的情报 盟军的三陆大军 已经分别到了戴尔祖 哈塞克 以及摩苏尔附近 猴 是吗 龙梅尔笑道 这么说 蒙军应该是不会难反了 高斯公声地说道 是的 蒙军肯定不会难反了 将军阁下 您真是料事如神 早早地 就把蒙军的一切反应 都给计算到了极致 顿了顿 高斯又说 蒙军现在的每一步动作 都没有脱离出 将军阁下您的判断 嗯 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龙梅尔审然说道 无论对于盟军来说 还是对我们轴心国联军来说 切断对方的后勤补给线 都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取胜手段 换成我是盟军总司令中医 我也不会选择 与轴心国联军正面硬拼的 说此一顿 龙梅尔又说 不过话虽如此 必要的提防 还是需要的 但是现在 既然盟军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了 命令各装甲时 立刻加快行军速度 三天之内 必须赶到巴格达西郊 各部兵师 以及炮兵部队 也要加快速度 五天之内 必须抵达 是 高斯应导 深夜 巴格达机场 却是灯火通明 由于机场四周 安装有雷达 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 无论是从哪个方向前来突袭 都不可能逃过雷达的侦测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会遭到德军偷袭 只见巴格达机场的袍道上 一架架的运输机 已经发动 螺旋桨 搅动空气 发出的呼响声 几乎压过所有的声音 于左美龙还有安镇员 必须很大声地说话 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安镇员拍了拍于左美龙的肩膀 大声地说道 老左 你先走一步 我随后就到 于左美龙一甩肩膀 甩脱安镇员的大手 没好气地说道 什么话 什么叫我先走一步 我还没活够呢 我可不想现在就死 行行 我说错了 安镇员文言大笑 等这仗打完 我请你喝酒 这还差不多 于左美龙将手中抽剩下的半截香烟 扔在地上 踩灭 然后抓起钢盔 扣在自己脑袋上 那我走了 走到门外 只见第二空降师的一万多官兵 早就已经集结完毕 由于西亚战区的运输机数量不足 所以参战的三个空降师 只能够逐次投送 第一步 将于左美龙的第二空降师 投放到阿卡拉斯坦的北部 阻击来自土鸡国本土方向的援军 第二步 将安镇员的第一空降师 投放到阿卡拉斯坦南部 阻击来自埃及方向的援军 最后一步 将美军第82空降师 投放到阿卡拉斯坦的西部 阻击来自海陆的援军 好的 本书第一步 到此播讲完毕 演播 西风 丸子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明镜头 兵日 自 wyb 小新